游维维 厦门大学海洋与地球学院教授 是海洋贝磊遗传育种研究的专家 他将要进行一项重要的实验 眼前这些鲍鱼是游维维和团队花费十年时间培育的鲍鱼新品种 绿盘鲍 这次的实验很特别 除了主角鲍鱼 游维维还准备了四脚砖 这究竟是一场什么实验呢 鲍鱼就是一种单边贝壳的海洋生物 那这一面是它的壳 那这一面呢就是它的非常强壮的一个富足基 那在大海里面鲍鱼就是靠这块强壮的富足基 就像一个吸盘一样牢牢地吸在岩石上面 就是想测试一下鲍鱼的吸附力到底有多大 科研人员为什么要测试鲍鱼的吸附力呢 鲍鱼是我国重要的海产养殖经济贝类 养殖年产量超过20万吨 靠岸的空间已经都饱和了 所以我们希望未来有机会到离岸深渊海的地方 去养殖更优异的鲍鱼 那个地方的海矿是高海矿 水流是比较湍急的 就是鲍鱼的吸力要很强 所以我们以鲍鱼吸力做一个现状 去解析它的健康状态 这样子让我们未来培育的鲍鱼更健康 更加适应一个全新的一个养殖空间 吸附力是鲍鱼的重要生存本能之一 该如何测出吸附力的大小呢 实验开启第一步称重 那这只鲍鱼的重量是0.265公斤 也就是这一只鲍鱼已经半斤多重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块四脚砖 它的重量是多少 它的重量是2.825公斤 也就是说这块砖的重量 已经达到了鲍鱼体重的10倍以上 所以我们待会就来看一看 这么一个鲍鱼能不能把这么一块砖提起来 原来科研人员为了测试鲍鱼吸附力的大小 准备让鲍鱼接受一场挑战 测试鲍鱼能否吸附器 重量超过自身体重10倍的砖头 我们现在用一个挂钩 勾住了它的背壳 那我们现在往上来拉 看看鲍鱼能不能吸在这个砖头上面 现在我们来提出水面 我们看到它没有问题 它紧紧地把这块砖头吸住 我们成功地提出了水面 不仅如此 在接下来的实验中 鲍鱼的吸附力之强远超科研人员的想象 鲍鱼吸住了三块四脚砖 30倍的重量 鲍鱼成功搬砖三块 超过其自身体重的30倍 是名副其实的大力士 秋季十月 鲍鱼进入繁殖季 科研人员正挑选出大力士鲍鱼 送往产房 准备进行育种繁育 鲍鱼足迹下方的部位 是鲍鱼的杏腺 通过观察杏腺的颜色 就能分辨鲍鱼的雌雄 当杏腺发育成熟 鲍鱼就能排精产卵 仅凭科研人员的肉眼观测 无法精准判断 杏腺发育是否成熟 可是又不能将鲍鱼解剖后 再观测杏腺的成熟度 有什么办法能帮助科研人员 精准判断鲍鱼杏腺的成熟度呢 眼前这台B超仪 就是科研人员 找到的解决办法 往前端找一下 一个轮廓出来了 稍微再找一下位置 尤伟伟和她的同事 正在给鲍鱼做B超 测量杏腺的厚度 好嘞 轮廓出来了 漂亮 好 有了有了有了 很薄的一条 中间的这道三角形的钩槽 这就是鲍鱼的杏腺 厚的达到四毫米 杏腺厚度达到四毫米左右 也就表明杏腺发育成熟鲍鱼即将排鲸产卵 通常鲍鱼排鲸产卵都是在晚上进行 每隔半小时 有薇薇会查看鲍鱼生产的情况 凌晨三点 雄性鲍鱼开始排鲸 鲍鱼在自然界 它其实鲸鲁相遇的可能性 或者概率是不高的 所以它自己的繁殖策略就是 我要通过大量的排鲸鲍 然后让后代繁衍生息 所以一只雄性的鲍鱼 可以排放着金子的量 一次可能是几百亿的 这么一个规模 是非常大的 紧接着 雌性鲍鱼也开始产卵 那卵子的话 一只的个体排卵量是 从二十万粒可以到五十万粒 我们可以看到在干的底部 几只的鲍鱼就可以布满了 像沙利状的这些卵子 铺满了整个的底部 虽然它很围观 但是其实看起来 是很震撼的一个场面 持续半小时的排金产卵后 科研人员开始帮助鲍鱼 进行人工受精 科研人员用低管 吸取五毫升的精子 放入量杯 然后倒入卵子里 均匀地搅拌 大约一分钟 精子就会附着到卵子表面 完成受精 接下来 科研人员将受精卵 滴入波片 用显微镜观测 是否受精成功 以及受精卵的发育情况 眼前的画面 就是精子附着在卵子上 正在形成受精卵 这是我们在600倍的显微镜下面 看到的鲍鱼的照片 这是它的卵子 它就是一个球形的 那这个就是它受精卵 我们看到在这上面 有一个白白的就是它的精子 它的精子就附在这卵子上面 等到它们俩完成了受精之后 大概在一个小时左右 它就进行了二分裂 就是一个细胞变成了两个细胞 然后随后它会进入 四个细胞的阶段 八细胞 十六细胞 不断地分裂下去 从受精卵发育成鲍鱼苗 并不容易 淘汰率高达98% 仅2%的鲍鱼苗 能存活下来 通过一代代的优中选优 培育出吸附力更强的鲍鱼 这个过程 需要五到十年 一旦培育出的大力士鲍鱼 能成功在深海养殖 就能更好地帮助渔民 增产增收 就在尤维伟带领团队 育种大力士鲍鱼的同时 另一支农业科研团队 为了改变荔枝产业 品种结构同质化的问题 正在不懈努力 培育产量高 口感好 肉多和小的荔枝新品种 九百多年前 世人苏东坡对岭南荔枝赞誉有价 写下日淡荔枝三百颗 不辞常做岭南人的千古名句 不过在今天 即使是荔枝的狂热爱好者 面对鸡蛋大小的荔枝 还能有如此海味吗 不建华 五十四岁 有着三十年的荔枝种植经验 它的果园里生长着一种特别的荔枝 个头可与鸡蛋媲美 一颗荔枝的重量 足足有五十来克 这个荔枝它平均单果种五十克 最大的达到八十克 它是很大的 你看这是我们平常的这个小荔枝 这个荔枝 跟我们的俱美人相比 你看 区别太大了 这个是它的 四个到五个那么大 这些鸡蛋大小的荔枝 是不建华近年来种植的新品种 这种荔枝是如何培育出的呢 胡桂冰 国家荔枝龙眼产业技术体系 荔枝品种改良岗位科学家 面对荔枝产业品种结构同质化 大过心荔枝稀缺的问题 胡桂冰和团队希望 通过育种手段培育出果大和小 产量稳定的荔枝新品种 丰富老百姓的果盘 千百年来 培育荔枝新品种的方法 始终停留在食生选种 也就是从自然界中 寻找有着明显优点 比如持熟 产量高的食生荔枝树 再通过人工繁育筛选 培育出新品种 这个育种手段 完全是依靠这个自然 有就有没有就没有 就它的一个几率比较小 第二个就什么时候有 我们也不知道 第三个在哪里 我们也不知道 非常被动 在自然界中 开发大果形品质优的荔枝 如同大海捞针 有没有方法能更高效 有目的性地培育荔枝新品种呢 创新进行时 稍后继续 如何更高效地培育出 国大和小 产量稳定的荔枝新品种 虎贵宾和团队 决定采用杂交育种技术 杂交育种的第一步 是挑选出杂交实验的父母亲本 也就是荔枝爸爸和荔枝妈妈 通常来说 父母亲本的性状差异越大 越有可能产生 兼具双方优点的后代 海南岛火山口孕育出的 两种珍稀荔枝 引起了胡贵宾的注意 大家看 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个纸粮洗 大家看 是不是有点像荔枉妈妈的头啊 长土红 要叫长土红 果面呢是咯咯咯咯咯的 但是它的果特大 目前来说 商业化栽培最大的就是它 我国的一个珍稀的一个资源 叫乌合力 它呢 这个是很少有这么大的种子的 基本上都是这种 所以我们想啊 能不能通过有限杂交的这个方式 使他们的这个副本跟母本 能够进行重组 紫娘洗个头大 无合力没有合 两种形状如此不同的荔枝 进行杂交 是否可能产生果大和小 可视率更高的新品种呢 经过数月的筛选和研究 胡贵宾和团队 选取了包括紫娘洗 无合力在内的十余种荔枝 两两组合 进行人工杂交 为了培育出试验设计的杂交后代 科研人员需要进行人工授粉 也就是将副本荔枝的花粉 授到母本荔枝上 荔枝的花是雌雄同株一花 也就是说一个花絮中既有磁蕊 也有雄蕊 数量不等 一朵荔枝花 持径不足五毫米 雄蕊如同一只八爪鱼 边缘向外伸展出的长长触手 就是它的花药 而雌蕊好似带着一顶王冠 高高向内卷曲的 就是它的花柱 正当科研人员 准备给不同品种的荔枝花朵 授粉时 却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原来不同荔枝品种的花期不同 短则相差几天 长则相差近一个月 而花期不同步 也就意味着无法进行人工授粉 那么如何才能让 不同时期开花的荔枝 进行杂交授粉呢 低温煮藏 一种常用的荔枝保鲜方式 给了科研人员灵感 就是用这个低温 把花粉储藏起来 储藏起来以后 我们等这个母粉开吃花的时候 我们再去取那个储藏的花粉 来进行收粉 眼前这台机器 就是用来储存荔枝花粉的大冰箱 冰箱内的温度显示为 零下80摄氏度 在这样的低温下储藏 荔枝花粉真的能保持活力 在来年春天完成收粉任务吗 科研人员正在检测花粉的活性 随着视野不断扩大虚焦 电脑屏幕上出现了像绿色豌豆的颗粒 这些就是荔枝的花粉 通过显微镜的观察 一些绿色颗粒如同小蝌蚪 长出了一条长长的尾巴 这些长长的尾巴是荔枝的花粉管 能够将花粉中的精子运输到卵细胞 完成收粉 我们这个视野里面有十几个花粉 它差不多一半发芽 就是发芽率超过50% 这个花粉绝对是可以用于收粉的 在超低温音箱的助力下 荔枝花粉的寿命可以延长至两年 不同花期的荔枝杂交收粉 不再是难题 经过人工收粉的荔枝成熟后 科研团队收集母本荔枝的杂交种子 从中筛选出优质饱满的种子进行播种 从播种到荔枝树开花结果 需要六七年时间 仅仅培育一代 就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心绪 经过十多年的努力 胡桂宾和团队通过有性杂交育种手段 终于培育出了荔枝新品种 每颗荔枝的重量为50到60克 相当于一枚鸡蛋的大小 荔枝新品种的口感味道究竟如何 能否获得市场的认可 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广东省阳西县如洞镇的一处荔枝园里 绿油油的枝叶间 坠满鸡蛋大小的荔枝 这是新品种荔枝正式透产后 迎来的首次丰收 你看这个肉透明了 晶莹剔透 小喝 太好吃了 你看它的喝 它的喝只有这么一点点 这么大的果 只有这么一点点喝 中国是荔枝生产大国 全世界60%以上的荔枝 都产自中国 新品种荔枝的诞生 丰富了我国荔枝品种 让种植户有了更多选择 也给喜爱水果的人们 带来了新口味 新惊喜 感谢观众